3 2 1 绿色雷射照耀下人造气流清晰可见 这是美国佛州大西洋大学实验室 他们正在研究咳嗽时 喷出的病毒到底可以飞多远 这次的重点在于 各大公开场合广泛使用的塑胶隔板 到底有没有防疫效果 仔细看可以发现 即使喷溅物不会直接坐在你对面的人 实际上微小微粒还是会透过接缝渗透 或是往上飘停留在空中 如果隔板是180度包围 喷溅气流还有可能往后影响到坐在你背后的人 实际上类似实验早在疫情爆发初期就做过 当时就发现如果没有任何遮挡 普通咳嗽的气流可以飞到3.5公尺远 戴上口罩最能降低射程 塑胶隔板也不是越多越好 一旦放置过多很有可能阻断空气流通 进而让其中民众风险增加 少出门戴口罩在疫情肆虐全球 两年后依然是最有效的防疫手段 暂时新闻终于好报道